勞工署今日舉辦了一個預防職業性上肢勞損的講座 內容方面就是講及因為工作而引起的上肢根基勞損的成因及它的預防方法 在鏡頭前大家經常見到我們要四周做採訪及報道 但我們的工作範圍不單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都要像他們這樣坐在這裡工作、寫文件、對稿或上網找資料 但做得太投入又會忽略了正確的工作姿勢 像你這樣阿波常常都污纏地寫文件 會否覺得肩膀很痛呢 是呀是呀 而另外眉眉你也是 長期這樣下去其實眼睛又會很累 手又會很痛 是呀你怎知道的 當然啦你們的工作姿勢那麼差 其實如果長期要坐在這裡工作的話 更加就要好好利用椅子和其他的設備 否則就會令到腰痠背痛、手尾會很長 那你們想否知道的秘訣就是可以預防 因為辦公室工作而引起的根基問題呢 我都想知道 那大家就要留心看著啦 做事要有計劃才可以事半功倍 同樣開始做事之前 更加就可以思考一下未來工作的類型 和整體的工作環境可不可以配合得到 譬如燈光方面夠不夠 另外就是看看會否出現有反光 又或者是殘眼的情況 桌面就要看看空間夠不夠 而桌底就要看看有沒有雜物會阻住對腳 如果一切都可以配合得到的話 做起事上來就會又快又舒適了 像書寫工作一樣 最重要就是座姿和手的位置 我們要調校好座位的高度 令到肩膀、上臂自然放鬆的同時 手腕、手臂就由桌面承托 調校好座位的高度 調校好座位的高度之後 我們就要看看是否可以很自然地坐在這裡 也就是說雙腳平放在地面 大腿沒有被壓住的感覺 以及塞窩和坐墊之間要留一點空位 然後調校椅背的高度 和傾斜度 令到椅背的弧位托住自己的腰位 椅背大概垂直就對了 那就差不多了 除了書寫的工作 大家很多時都要用電腦來做事 我們亦都很應該養成良好的習慣 就算只是間中用一陣電腦 都應該應用正確的姿勢 如果經常要用電腦做事 正確的姿勢更加重要 不過大家都要注意 用電腦和書寫的姿勢 其實有些不同 我們用電腦的時候 鍵盤就要放在前面 肩膀放鬆 上臂自然垂低 手肘和鍵盤差不多在同一高度 前臂大約是水平位置 如果位置不適 就要調好椅的高度 還有要記住調好椅扶手的高度 來承托著手肘和前臂 鍵盤前面要保留少少位置枕手 打鍵盤的時候 肩膀和上臂要放鬆 保持前臂手腕成一直線 不要屈曲手腕 而這隻手肘就要盡可能放在鍵盤旁邊 平排一起利用 坐好之後就要看看屏幕 是不是在自己前面 大約35至60厘米 有沒有反光和殘眼 雙眼直望就應該差不多 看著第一行字 那就不用低頭那麼辛苦了 這個自然舒適的坐姿 可以避免周身酸痛的問題 良好的工作姿勢很重要 但是長時間用同一個姿勢做事 一樣都是不好的 日常做事應該間中改變姿勢 轉轉其他類型的工作 又或者是做一些舒展的運動 例如是伸展手臂 動手腕和雙腳 另外轉移視線 休息一下眼部的肌肉 另外轉移視線 休息一下眼部的肌肉 動作而引起的根基問題 就一定要繼續看下以下的詳細介紹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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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